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的一个玻璃的 透的感觉 我们尽量做主群式的 所以我会两朵花 两朵花放在一起 他是国际知名的华语设计师 郑秀伟 今天这场以白色与蓝色为基调 呈现海洋风格的婚宴设计 令人恶寐一心 以前的话 可能白色对大家的人接受度比较低 大家都要正红色 那现在慢慢的 他已经可以接受不同的色彩了 那这个钻的话 我加上一个不灵不灵的钻 就会让你看到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透的感觉 比如说你从这个角度看下去 蓝色的那个光 就会产生另外一种折射的美 郑秀伟仍爱尝试各种创意和挑战 2011年 他代表台湾 参加英国雀儿喜花展的比赛 连英国女皇都前来欣赏他的作品 也荣获了金牌奖的肯定 堪称是花艺设计界的台湾之光 11月份我会去荷兰 再去做一个我们台湾的花展 就是用兰花 我们台湾外销的兰花去做一个布置 也会去瑞典跟他们的花艺 皇家花艺设计师做一个交流 花艺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花会 不仅仅在设计上带出国际 那可以把我们的花外销的话 可以增加我们外销的产值 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一对 以花艺设计 让台湾花卉登上国际舞台的夫妻党 郑秀伟 陈清玉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应台湾 今天在我们真情应台湾的现场 有两位的来宾 要跟我们好好来谈一谈花艺这件事情 我们首先来欢迎这一个 大家刚才影片也看到 就是花艺设计界的台湾之光 我们来欢迎郑秀伟小姐 这小姐你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再来欢迎他的先生 也是这个幕后推手一把把 推到了国际舞台 那目前是我们台湾区八会 输出业同业工会的常务理事 我们来欢迎陈清玉先生 陈清玉先生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现场所有的话 都是来自于郑小姐她的设计 我们先来介绍后面的 这个设计 我们那时候给你一个题目对不对 对 真情应台湾 所以我们就请郑小姐设计 那刚刚我们的制作人真的她严格了 她要给你十分钟 我们刚刚看就可以看得到 十分钟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完成 你可不可以先从这样的一个作品来谈谈 你的设计的理念 首先我用屏风的概念 把它做黑色的树枝 把它做成一个有点印象式的台湾 台湾一山有四季 一个宝宝的美丽的四季 有不同的花卉 所以我在这边呈现了一些 我们外销输出比较常见的花 比如火鹤 文心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洋节梗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蝴蝶 都是我们外销最强项的一个花卉 然后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当中 我们把它呈现说 我们热爱台湾这一派老岛的土地 那所有的人都是向善向上 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能量 来背影这个节目 那我这个一个花业的设计作品 我们现在看这盆花 看到台湾的面貌 怎么样的面貌 这盆花所有的花是国产花卉 就是台湾的农民 就是辛苦的栽种跟研发 然后把它预种出来 然后外销到这个世界各地 我们现在看到这盆花 里面有四个花卉 称为台湾四大旗舰产业 是花卉的部分 第一个是文心兰 每年外销三千六百万只 第二个是火鹤 每年外销两千四百多万只 那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就是洋节港 是未来我们要外销输出的主力 还有我们看到的蝴蝶兰 我们外销金额超过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都是靠蝴蝶兰的这个外汇 我们在参加很多国际的比赛 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要拿大奖 增大功 而是透过这样一个比赛 去把台湾农民的这个辛苦 跟栽种的成果 还有我们政府单位农事所的研发 然后能够不许在全世界给所有的人看到 台湾的人民是努力 钱粉 而且可以种出美丽的花卉 我当然知道我们台湾就是蓝花王国 但是你刚刚讲的这些火鹤 文心兰这些东西 这些花卉我还真的不知道它的外销量有这么样的大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是也要教育我们台湾的观众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花卉的这一块 种植的这一块 我们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那刚刚陈欣胜有讲到就是说 两位常常到国际上面去比赛 基章就是当初你们在那个英国的 协议的花展当中 你们的花衣设计的一个设计图的出港 是 这一年是主办单位特别跟 就跟英女王讲说 我们台湾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展 那我们台湾的兰花非常的漂亮 那英女王非常喜欢花 那尤其对兰花也很好奇 那主办单位这边就通知我们说 她的路线一定会到我们展摊 那希望我们也做一个就是小礼物可以送给英女王 那当下我就想说 那我们的兰花最有名她又特别喜欢的兰花 就用那个一个品名叫 火星哇塞的一个兰花的品种 当时没有想到说她真的会来参观我们 所以我们就用我们台湾的那个花布 我们叫台湾的巴洛克 我们就把她包那个花庆 然后送给英女王 就当下得到非常的好评 就是说 她觉得这样的设计非常特别 也询问了我们大使很多的 相关的兰花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她怎么开花啦 她怎么照顾啊 她要请她放在那个旁边的 每天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觉得说 好开心的英女王居然把我们的花这么的重视 也把我们做了一个无点亮的一个代言 那因为当下 我们原先第一次参展是在一个很角落的地方 因为当然也是要证实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参展 那所以主办单位在英女王离开 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马上跑到来展位 说你们明年是不是能来参展 马上要先 然后她安排了一个大门口一进来 最中间最大的 有多大呢 比我们原先参展的展位大十一倍 然后所以 就是说明年你没有参展 主题是什么 当时郑老师就跟她说 我马上副家师说 就是说我想要做一个兰花的婚礼 就是幸福的分多集 就是做兰花体验设计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造型 当下我就跟主办单位讲 没想到隔年真的是以这个为主题去做发想 然后又刚好碰到六二连跟凯特的婚礼 哇真的是加分 然后 我觉得其实在那个舞台上面 还真的是蛮现实跟残酷的 当你灵力被看见的时候 真的大家就会追逐着你 可是你知道要踏入那个舞台 那个门槛的过程真的很辛苦 是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其实你们对于整个的 不管是郑小雪在花育设计 或者是说在整个的花卉产业的推广上面 呈生生也非常有一些的理念 那我们就先来透过影片来了解 你们想要推动的一个垂直农场的概念 我们这边的垂直农场的概念 在第一层楼 它的想法是在于一个全环控 那这样一个全环控的概念 是它连晚上的温度都被我们控制 里面如果有一些蜘蛛或有些虫害 那如果控制在这样温度下 它繁殖的速度会比较慢 2013年 陈青玉把经营20多年的花店 以垂直农场的概念重新规划 努力让各种花卉植物 在适合自己的温度与湿度下生长 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 走进五楼的兰花温室 各种盛开的兰花映入眼前 每一朵都仿佛吸取了充足的养分与能量 正在展现最美的姿态 现在的温度是18到22度 相对的湿度85到90 那我们是打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大部分的兰花在这个相对湿度当中 它都能够开到最后一朵 这就是陈青玉建构垂直农场的用意 针对每一株花卉和植物的生命需求 给予最好的生长环境 以及照过方式以延长物命 你要丢掉的东西 其实都是可以再利用 它也可以种出原来的水准 但是你需要的是环境跟日照 这是垂直农场最重要的概念 从花育开始到整个的花育产业 其实我们前一段影片有看到 你们想要推一个垂直农场的概念 其实这个在农业科技来讲 其实就是一个火红大家都在推 但是怎么推到花卉的这个产业来呢 我们把我们家如果五层楼或六层楼当做一棵山 那一楼就是山下 二楼就是山腰 三楼就是中高海拔 四楼就是高海拔 五楼就是极冷地区 那如果来这样设计的话 那像我现在我的这个垂直农场 四楼我们就放18度到22度左右 我们对蝴蝶兰来吹花 那但是如果在五楼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做在一个极热的状态 就是像仙人掌或者是曼女泳植物 那我们就把它维持在25度到32度之间 那一楼的部分 我们是一个全管控 温度控制在恒温全年度22度 但花会很舒服 那一年我太太她去荷兰 她就是我们进去荷兰外面 不是荷兰是英国嘛 英国伦敦花市 那个花展让我体验很深 外面是很热 但是里面是非常冷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穿衣服进来 所以我们的思维要跟外国人学习 因为它这一个花是 它保护的是花 所以它把温度压在15度 所以我们很热穿短袖去都要加衣服 但是它没有搬运的过程 因为花这会受伤是什么 搬运 所以你每天搬它就断掉 搬掉断 那到最后买的人就可能最倒门 因为它可能断的差不多 所以最后它的展位也没有移动 所以摆设会很整齐 地板也不会脏乱 打扫人也很容易清洁 那等到结束之后 风管温度就再把它压低 这样子 那就能够达成 所以这个概念让我回来 跟我太太思考很久 所以我们想用我们经营二三十年的一点点的成绩 希望能够为国人打造一个垂直农场 让我们国人来看看 这样经过我们思维改变的垂直农场 是不是值得在环保 节能 而且以花为主体 而不是以人为本身思考的一个中心 来做一个这样不同的一个供应中心 它会有教育互动等等 然后可以为我们台湾的农业做下一个标杆 那回归到最初其实投入这件事情 从八一设计开始 真的就是一个门外汗 对于郑小姐来说 我们来回顾那一段的过程好了 那时候你说 你好像只是所有认识的人 然后他们在卖花 然后就开始 但是你有客人问你说这是什么花 那你讲不出来的时候要怎么卖啊 对就完全不懂 然后问客人说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就会反问客人 然后有客人就说 那我想要包一次花 我就会反问客人说 那你会包吗 那时候只是纯粹喜欢花 但是真的不懂 不懂这样卖 可是几次下去 就会觉得很挫折 就觉得怎么每个客人问 我们都不懂 就开始会找资料 就找老师拜师学艺 才开始跨出这种学花的第一步 那你胆子很大耶 是的 刚刚我在插话的时候 那个陈先生在旁边说 之前你都学不下去了 然后陪着你去 开车站你去 对 说难一天是压着去 有这么辛苦吗 你一开始有遇到挫折是不是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学花说 觉得怎么那么难 一个棚啊 其实要做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就是一个花瓣那样绕 那我会觉得说 这个这样绕起来 这样一个花怎么样 怎么要花那么多心血 可是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那些基础工练就我们稳定 学花的那个劲 就像泡草那个劲 那我们先心劲 然后手巧 学基本工 现在对我将来奠定 我现在的基础是非常有用 可是当下的时候 不了解这个老师的用意 会觉得怎么每天都做一样的 很枯燥的铁丝绕铁丝这样 整天不断的绕 那他不是教我们怎么插花 他是教我们怎么做手工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诶 怎么 要跟我想象的差化是不是 差距那么大 差距那么大 所以挫折很大 可是我现在就压着我去了 我就不得不学 可是在一次两次的挫败之后 我就发现说 诶 我们从错误中找出方法 其实会比别人更快 那人家上了一堂课就回去了 可能我要上两堂课 中午跟着初级班上 晚上再跟着中级班上 然后再跟着高级班上 就不断的一直看他们怎么做 所以我花的时间就很长的在那边学习 然后接着就有一些外国老师 来台湾上课 带我们去瑞士上课 德国上课 那一年我们就觉得说 整个的那个启蒙就整个打开 那我是觉得说 在这一段的过程里面 其实两位还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包括你们在卖花的过程 必须要让台湾的市场可以接受 然后你们去到国际比赛 或者是国际展览的时候 你们也要考虑到 那个市场接受的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我有一个好奇点 就是东西方对于花艺这个美感的感受 其实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看上这个我觉得 它其实蛮有我们台湾味道 或是说一种东方意境的 也表示现在西方接受度也蛮高的 对我们这个叫台北101 我们用台北101 这个是台北101 对放烟火的那个 就是盛况空前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101放烟火的那种 我想说把它带到国外 让它知道说 我们台湾有一个101 是很漂亮的 然后就用不同的兰花 去做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我想说用西方的原子 比较时尚的美式风格 去做这样的一个搭配混搭风 就是跟台湾的兰花 再加上西方的设计这样去做 其实我每一个设计 我都很大胆地去挑战 不可能 像赫兰展的时候 我也是用台湾的一个元素 然后民事灯笼 然后台湾的花布 客家民兰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种族融合 做成一个梯田的风貌 然后用茶运花香 手法去做表现 梯田就是茶运花香 对 茶运花香 然后台湾的不同的茶 就是我们的东方美人茶 我们的花就一并了 就是每次在做一个展览的时候 都希望推广一些台湾 行销台湾 行销台湾的不同的一些产品 像上面那张图 是我们新船抢的大师 他是做灯笼 他是吴敦厚先生 那这个先生他画的灯笼 也是非常 等于是说政府在保护这样的一个技艺 那我们当中放了很多 都属于台湾特色的东西 可以让大家一目了然 就知道台湾 确实很有台湾的味道在里面 我们刚刚听两位讲了那么多 就包括你们自身学习花艺的过程 或是在推广整个花卉产业的过程 但是最终 其实你们照顾到很多花农 而且你们也跟他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我们接下来透过影片先来看一下 最近风台有影响吗 这家的中部是没什么影响 对啊 以前我们这还有人 有时候风台没什么要紧 他是台中市后里区 花卉产销班第16班班长李启英 在李班长的火荷花园 有各种难得一见的品系 让人大开眼界 里班长种植的火荷花 多数都以外销日本为主 火荷装香火运之前 必须经过彻底的清洗 以及严格的尺寸筛选 才能顺利进入日本市场 陈金玉长期关心台湾花卉外销的问题 深知透过花卉的设计与包装 才是提高花卉价值的方式 今天他也向李启英班长 提供了最新的创意 日本还有凯湾现在很流行 送小礼物 婚礼 葬礼也有 没有收礼 别送小礼物 那我们可以设计像这样 然后两三只 五二中小礼物 对 我们来研究一下 然后帮我们的花在外销出去 看能不能更好的成绩 其实说到推广花卉这件事情 它真的是需要很多的功夫 尤其真的是透过两位 我才知道 台湾有这种花 有那种花 因为我可能原先都以为是进口的 那两位其实尤其像陈先生 你很努力的在推广 就是你也跟这些花农合作 因为你知道花 它也有这种生产过剩 或是失衡的这种状况出现 那那时候你怎么去协助这些的花农 就是可以把这些的花财 花费好好的来运用呢 台湾因为这样鲜切花 像文心兰火货 太依赖日本市场 所以我们的百分之九十的文心兰 跟火货 它都是外销到日本 所以我们讲最近几年 有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日本311地震 311地震之后 我们花没有办法出机场 因为日本的路都断了 那所以那当然它也没有电 所以花货市场也没有办法拍买 所以所有台湾每天要生产出来的花 要去日本 却造成了一个最大的困难 所以当时花价 那个文心兰 柠檬文心兰还有奶昔 都已经跌到很惨痛的价格 我们在3月19号的原作会议 就希望马上 我建议主委要启动万人插花 万人插花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万人插花 每个人用十支的文心兰 那我们就用了十万支 然后瞬间我们举办万人插花 完跟媒体出来以后 价格就回稳了 所以它是一个心理学 所以说我们举办全国 超过八个场次 十几个场次的万人插花 然后就把所有的文心兰 那一年要销到日本的产量 基本上把它做为一个稳定 其实台湾因为有这些花 会让人感觉它更美 那回归到其实走这一条路 真的很辛苦 像今天其实您手上带的佛珠 它其实有一些的过程 因为当初你们从一个路边摊的卖花开始 然后我相信这一路走来 其实这个念珠带给你非常大的一个动力 是的 就是我们本来是路边摊在卖花 虽然不懂花 但是我们的生意还不错 二十几年前 等到我们路边摊生意做到有一个一桶金的时候 我们想说 开一间花店 就想说有一个梦想 开一间花店可能会比较好 结果没想到花店一开的时候 生意就非常的差 基本上我们那边就是没有客人会走到店面去买花 每天都只有开销没有收入 那我们就想说不要做好了 那我们就把花就是从店门口 就是把花从店内放到店门口去拍卖掉 想说就把它结束营业 那天就这么巧 我们就身边有贵人 就从那边经过就是一个念佛珠的师父 从那边经过 比丘年 比丘年对师父 他就针过那边就说 小姐小姐你卖花真好 这样子带来很多的福报 不用言语 就带给人家很多的喜悦 脸上带来笑容 非常好 你这个行业非常有福报 他这么讲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们生意非常不好 这样子 怎么样有一个福报 他在讲完的时候 他就手上的这个念桌 一直念那个奥弥陀佛 他就顺手就送给我 小姐这送给你 你这人非常有福报 就看着我就这样讲 我就跟师父说 谢谢谢谢 可是他那时候五十几岁 又经过二十几年 现在七十几岁 找不到这位师父 真是遗憾 很想感谢他 就因为他的这样子一个加持 跟这样子告诉我说 你有福报这个行业 所以我跟我先生讲说 再怎么样我们就坚持 那天晚上 傍晚的时候 学生下课 妈妈整晚经过 每个人都会带一把花 所以也奇怪 就是这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花就卖完 第二天我跟我先生讲说 你再去补一些花 再摆在酒房试试看 就每天叫周而复试 就生意就被我们做起来了 就刚好慢慢就持平了 然后慢慢的后面的这些就比赛了 其实在那时候是 这个师父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其实你从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真的都还蛮喜欢花的 对 其实它真的是带给大家 生活品质上面的一种提升 对 非常谢谢两位 这么样的努力 把台湾的花会带上国际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的珍情依台湾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